請大家打開87頁 我們這個副表2呢 最後還有一個 最後的一個總結 最後一個總結 論雲以作地義業 雲和安穩住 這是菩提道次第廣論裡面的兩句話 這個宗客霸大師他就是要我們凡夫去思維這個死末無常 還有生死的過患 我們前面講到我們在六道輪迴當中 其實在三二道的時間是特別多的 但是我們一次一次的受苦 但是你一次一次的忘記 所以這個主師講說我們凡夫眾生 他說就像得了一個病 隔日發作 今天好了 明天又發作了 那這個好的時候呢 就忘記昨天的痛 就叫做好的蒼疤 忘了痛 所以我們這個碩博世界呢 為什麼叫堪忍 就是說你常常忘記痛苦 能夠忍受這個痛苦 所以我們大家的這個忍耐力呢 都特別強 特別強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事 但是也是一個壞事 因為你的耐力太強了 所以你這個出離心不強 所以我們現在呢 只能透過教理的思維 因為我們三二道雖然去過 但是我們忘記了 所以我們要一次一次的提醒自己 有這個無常的觀念 雖然你現在得到人生 感覺還不錯 像在這裡呢 物資很豐富 所以呢 環境又很好 這個氣候也溫和 所以我們有時候呢 你這個無常的觀念呢 會被你的現實的福報所覆蓋住 所以你看為什麼天冷 你看這個阿彌陀經裡面 這個四題環音也來聽 但是為什麼他不念佛 因為他福報太大了 所以福報太大的時候呢 有時候會覆蓋你的智慧 假設你沒有一次一次的去思維佛法 要反覆的熏許 文思修 否則呢 你會被眼前的境界所誤導 你會感覺 我現在過得不錯 我來一生也可以過得不錯 所以你就失去了這個無常的觀照 智慧的觀照 但是來一生沒有人跟你保證你會去哪裡 只要你是凡夫 你過去絕對有三二道的業 而且呢 三二道的業 是比人天三道的業絕對多過好幾倍 所以得人生為什麼那麼困難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中科巴大師呢 他說我們已經做了很多無間第一的業 你看看這個地藏經裡面講 第一的業呢 那個果報呢 你看連阿羅漢呢 他錄定觀察 都會把他嚇到毛細孔出血 所以我們一個凡夫呢 怎麼能夠安穩 待在這個三界當中 你要趕快的呢 發起這個處理性 要了脫生死的這個心呢 要非常的強 不能再這樣子 悠哉悠哉的 度日子 所以我們要依著不苦心來念佛 你要去思維呢 散熱到生死的過患 來念這句佛號的時候呢 你就能夠升起一個強大的力量 佛號呢 不能念 要他念 煩惱呢不能斷 要他斷 你的這個心呢 一發起來 你這個了脫生死的心 一發起來 不畏生死的心 發起來的時候呢 你念這句佛號呢 就會專注 而且自成懇切 就像你今天要 掉到這個懸崖裡面 剩下一根繩子 你會牢牢的把它抓住 叫做通身靠導 但是我們一般人呢 就是為什麼 他沒有這個懇切的心 所以有時候我們去幫人家祝念 祝念呢 就是幫人家送這個往生 其實這也是很好 你在這個念佛的時候呢 你看到這個人 死亡了 你呢也能夠回光返照呢 我們以後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個思維無常呢 對於我們修念佛的人 也是很重要 他能夠提起你呢 放下你那些虛妄的妄想 佛號呢不能念要他念 煩惱不能斷要他斷 本來你很怪的事情 你面對死亡的時候呢 那些全部都要放下 都不重要了 你認為很重要的事情 在你面對死亡的時候呢 那些都不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要是平死 你就能這樣子的觀照 你就能夠由平死的正念呢 達到臨終的正念 所以偶遇大師講的 要有平死的正念 才會有臨終的正念 就是你的這個心態要調整 心態要調整 好 那麼我們回到前面的這個講表 第八頁 在這個二門的當中呢 第二個段落 就是偶遇大師呢 用這個明取捨事理 這個來說明 這個願 那這個分成兩段 第一段呢叫做正明 第二呢叫做破直 破直 正明這一段呢 我們看到偶遇大師開示 宴會須捨自究竟 方無可捨 心靜 須取自究竟 方無可取 故妙中云 取捨若即 與不取捨 亦非亦策 這段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 我們前面講到這個 四根理 四根理的這個內容 我們在六姓當中呢 有姓氏 有姓理 那這邊呢 因為 取捨 也有 四根理 的取捨 四根理的取捨 那偶遇大師呢 在這個地方呢 他就講到 宴會 宴會 我們宴離娑婆 這些烏會的五濁二事呢 須捨自究竟 方無可捨 這怎麼說呢 為什麼叫做捨自究竟 就是我們必須呢 求出娑婆 橫操三戒 則永離重苦 方式 更無可捨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 四項上 大家都 不喜歡 蘇婆世界的生死 所以呢 我們在 理論上呢 前面也講的 你為什麼會敢 遭這個 蘇婆世界的生死呢 因為你的內心呢 有煩惱 所以趕著了這個 外在的 這些染污的 一陣而保 那極樂世界也是一樣 我們心求極樂世界的清淨 我們須取之究竟 那什麼是究竟呢 必須求生極樂 直上九品 則淡受諸樂 這個方式更無可取 就是說你能夠往生淨土 花開見火 能夠呢 受用極樂世界的清淨 一陣而保之後呢 這時候呢 才是究竟方無可取 所以從事項上 還有理體上呢 這都是 事理圓融 所以最後呢 這個偶藝大師呢 就引用廟宗超 這就是 觀無量壽經書 廟宗超 這個書呢 是智者大師所做 那廟宗超呢 是這個 知理大師 就是四名尊者所註解 大家這個廟宗超裡面開示到 取舍若即 與不取舍 亦非亦側 這個側呢 就是車子的軌道 亦側 亦非亦側 就是相同的意思 就是取舍若即 你把這個取舍呢 事項上 理體上呢 能夠做到究竟之後呢 以不取舍 亦非亦側 事理圓融 那這個是怎麼說呢 這就是待會會會講到這個 左邊那個破子 破子的人呢 就是 有些人 他修這個禪宗的 你看這個禪宗呢 他不求生淨土 他說呢 這個求生淨土的是外道 心外求法 所以呢 他就是直禮廢事 後面會講到 所以我們在這個事理上呢 你要圓融的時候 取舍若即 與不取舍 亦非亦側 我們看到左邊這 破子這段呢 就能夠了解這個 前面這段 色不從事取舍 但善不取不捨 則是直禮廢事 既廢於是 禮義不遠 若達全是極理 則取一極理 捨一極理 一取一捨 無非法戒 故賜信而明怨也 這是歐伊達斯呢 他針對的這個 當時呢 有些人的這種 錯誤的執著 或者錯誤的認知呢 來破除這些問題 所以他就解釋呢 有些人呢 他只是 認為要 不取不捨 他就是 執著這個禮 廢除這個事 所以為什麼 歐伊達斯 他在這個前面的這個六性 六性當中呢 他把這個信誓跟信禮都列出來 有些人 他是直視魅禮 就是說他執著這個事項上 但是呢 魅就是愚魅的魅 他對這個禮 不懂 叫做直視魅禮 但是直視魅禮的人呢 還比直禮會是好 為什麼呢 這個廉恥大師呢 有一個開示 他說呢 著視而念 能相繼 不須入品之功 直禮而心實未明 反受落空之禍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今天 假設你都不懂的 那些心性的道理 其實也沒關係 只要你能夠老老實實 來念這句佛號 而且能夠相繼 敬念相繼 不須入品之功 你還是能夠往生淨土 就我們上次講的 你能夠老老實實 念這句佛號 像那個王打鐵一樣 他也不掺杂很多的妄想 貪念 只能夠把這些生死的妄想 把它放下來 你還是絕對可以往生淨土 但是呢 假設你今天呢 執著這個空性的道理 但是你的心呢 但是你的心呢 實未明 就是說你的心 跟這個空性 還沒有正道 乃至你只是物而已 這都還不過 反受落空之禍 他跺到這個偏空的裡面 所以這個偶遇大師呢 在這個臨風宗論裡面 他有開示 他說這個 當時的這個禪宗 其實在這個明朝末年 清朝初年的時候 其實一般呢 很多出家眾 在當時就是修禪宗 為什麼呢 他們認為他們這個根器比較好 他們想要去修禪宗開悟 所以很多的叢林呢 都是禪宗的叢林 真的那時候的出家眾 老實念佛的很少 反而很多的居室呢 是修淨土法 所以偶遇大師呢 那時候呢 他就看到這個問題 那時候的這個弊端 所以很多人 他假設在禪堂裡面 禪禪 但是他沒有震到這個 真實的明心見性的時候呢 他有時候呢 就產生兩個問題 叫做偏空跟暗陣 所以我們講說 這個禪宗呢 你要有明師指導 假設你沒有明師指導呢 你自己在那裡禪 有時候會落入兩個 這兩個問題 一個偏空 就是這個直立廢視 那暗陣呢 暗就是黑暗的暗 暗陣就是 你所感覺震到的境界呢 其實是錯誤的 因為他沒有教理的印證 所以我們假設沒有一個 開悟的禪師來指導 你修禪中呢 有可能會產生偏空暗陣 否則你就是要用教理呢 以教來關心 這就是如來產 那我們這個偶一大師呢 他當時也是這個問題 你看偶一大師的傳記 他一開始也是參產開悟的 一開始他對這個念佛法人們是不屑 他看清這個念佛法人 他看清這個念佛法人 那他呢 在他有一次 他這個生這個大病的時候 他這個 雖然他開悟了 但是呢 他這個業障起現形的時候 大病的時候呢 他呢 不能坐 不能握 所以他才知道呢 你沒有斷煩惱呢 你這些開悟的境界呢 都使不上力 那時候呢 他才深信這個念佛法人 能夠老老實實的 來念佛求生進途 這個看偶一大師的傳記 所以呢 他一開始呢 也認為他的根氣很好 想要依著這個禪中呢 開悟了脫生死 但是呢 真正境界來的時候 你是使不上力 你這些妄想 還有這些雜念呢 你沒有辦法突破 所以呢 這個直理會是呢 比這個直視魅力 問題還大 他能夠會變成偏空 偏空 所以我們以前有一個老法師 叫達理老法師 他以前都是講波勒的 他講金剛經 講六祖壇經 等等很多禪中的著作 那我們假設讀過這個金剛經 那個六祖壇經呢 我們應該有知道一句話 叫做心平和勞持戒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人呢 他就直理費事 說心平和勞持戒 他說這個六祖大師呢 叫我們不要持戒 為什麼呢 和勞持戒嘛 根本不需要去持戒的 但是我們這個老法師他就講 你心平還是不平 假設你今天心還沒平呢 你要趕快去持戒 所以你有時候呢 你不能斷章取遇 有些人說斷章取遇 來自於有些人呢 看到這個六祖壇經呢 他就認為這個六祖大師呢 是否認有極樂世界的 對不對 你相信有看過六祖壇經的講 所以他這個只是一個對峙 對峙那些直視魅力的人 但實際上呢 你要視理要圓攏的時候呢 你就不會騙一遍 你直理費事也不好 直視魅力也不好 所以你要能夠通達呢 全視極理 視理圓攏 在四項上呢 你還是要踏踏實實的去修 但是呢 對於理論上呢 你還是要深入的去研究教理 修這個理觀 所以視修跟理觀呢 在任言經裡面 它是缺一不可的 視修跟理觀 這兩個呢是要並進 所以我們呢 假設你能夠通達全視極理的時候 取一極理捨一極理 一取一捨無非法戒 就是說你通達的時候呢 你取也對捨也對 為什麼呢 你都是跟你的智慧相應的 不是跟你的妄想相應 所以你一取一捨呢 都能夠匯歸到你的 心性一真法戒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現前的一念心性 真如實相的理體 就是你視理要圓融會更好 那假設你 沒辦法視理圓融的時候呢 你先偏移視修也沒關係 但是你視修一陣子之後呢 你還是要慢慢學習這個理觀 這樣子呢 理觀的智慧能夠幫助你視修 就是我們現在教跟觀 可以幫助你修淨土 一樣意思 說一個輔助 輔助 好 那麼我們再 看到這個第三 寺廟行 前面我們講到是願 第二個是這個願 我們現在呢 要開始來說明這個 直詞名號 這個部分 那這一段呢 偶依大師呢 把它分成 兩個小段 第一段呢 叫做 正名妙行 第二段呢 叫做 較量行妙 較量行妙 我們先看到第一小段 言直詞名號 一心不亂 則 名以遭德 德不可思議 故名號 意不可思議 名號公德 不可思議 故此 善稱為佛種 直詞登不退也 好 我們先解釋這一段 偶依大師呢 他就正確的先 把這個 直詞名號 這是這個 持名念佛的這個方法呢 把它列出來 叫做正名妙行 那這個 講到直詞名號 這個直詞 就是堅固的 抓住不放 叫做直詞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心 能夠堅固的把這個佛號抓住 不隨妄念所轉 這個名號呢 就是佛號 那這個一心不亂 我們上次也講 它有淺身的差別 一心 它的定義呢 心中除了佛號以外 沒有其他的妄念 叫做一心 那不亂呢 這是形容一心的功德 不為煩惱妄想所亂 所以一心不亂 它的基本的定義是這樣子 那這個 淺 比較淺的呢 就是相似一心 我們上次講的 你至少呢 要到九心柱 預界定 能夠扶住煩惱 那這個相似一心呢 這怎麼定義 那我們在主詩的這個 簡單的這個 初步的 你到底要念到什麼樣的 時間 這個時間要多長 才能夠定義是相似一心 最少的時間 就是十五分鐘 最少 一課鐘 你在這一課鐘當中呢 這個佛號呢 一個妄想雜念都沒有參雜 這是最低標準 假設你今天呢 念了兩分鐘就開始 打一個妄想 又把它收回來 然後再唸兩句 再打個妄想 那你這個就沒有相似一心 這個你就是你的佛號跟妄想打成一片 一下子打妄想 一下子要念佛 所以我們一般人呢 常常都會這樣子 所以他在這個呢 沒有要求這個質量 好 那我們這個一心不亂呢 當然 你也不能昏沉 昏沉 跟妄想都不行 就是要明靜而住 這個禪定呢 要明靜而住 明了 就是你不能昏沉 有些人說我念佛念 念到睡著了 雖然睡著沒打妄想 但是呢他佛號也不見了 這也不行 這叫昏沉 有些人說我念一念 這個鐘一開鏡 醒來了 時間過得很快 結果他睡了一支箱 這樣也不行 那這個打妄想呢 打妄想也不行 所以這個一般這個昏沉 是比較難對峙 所以你絕對不要讓你的昏沉 養成習慣那就不行 這個昏沉會養成習慣的 這個比妄想還難對峙 為什麼呢 這個昏沉它是一個極靜的 雖然它不明了 但是它極靜而住 而且有熱壽 本來都睡不著的 一念佛睡得很好 所以這個是不正常 不正常 所以你要自己去觀照 要明了極靜 極靜明了 就是不能昏沉 也不能吊舉 這個以後 只要學這個小指觀的時候 會講到這個 這個指 你要專注 而且相訊 而且要明了極靜 所以 最少訓練自己 十五分鐘 佛號不間斷 中間都不打妄想 那你要自己知道 你有沒有打妄想 這也是一個重點 有些人 他心很粗躁的時候 他邊念佛邊打妄想都不知道 所以你要有一點觀照的能力 基本上要觀照的能力 所以這個明以遭德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佛的名號 具足了一個真實功德 不像我們凡夫 我們凡夫 有些人都是取得很好的名字 比如叫護貴 或者叫聰明 對不對 但是奇鬼他不護貴 他只是一個希望而已 但是佛名 佛名他就是有具足真實的功德 你看每一尊佛的名字 就是跟他的這個功德相應 比如說釋迦牟尼佛乃至於阿彌陀佛乃至於要師佛 絕對是跟他菩薩 他在菩薩修菩薩道的時候 所發的願有觀 所以他成佛之後 他就具足這個真實功德的名號 所以阿彌陀佛他的名號 能夠感召他無量的法身淨土的功德 叫做名以召德 所以我們指使這句萬德鴻名的時候 你就能夠跟阿彌陀佛的這些無量的 清淨的法身淨土的功德感應召交 這是一個重點 所以德不可思議 故名號亦不可思議 這個德無量無邊的功德不可思議 但是用這句名號來把它收射住 因為阿彌陀佛的很多的功德都無量 無量光明無量壽命 乃至於他的神通妙用等等都是無量 所以名號功德不可思議 所以你善亂心稱這句佛號 也能夠成為當來成佛的種子 何況你能夠指使名號一心不亂 絕對能夠往生淨土 原正三不退 這一段的大意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能夠很深入的來指使佛號 具足的深信確願 你絕對能夠跟阿彌陀佛感應到焦 因為這是跟阿彌陀佛的本願 能夠連接上 所以歐益大師他在佛力不可思議 法力不可思議 還有心力不可思議 這三個力量上 他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一個 法力不可思議 就是這個名號的功德力不可思議 為什麼呢 因為佛他的境界太高 所以我們眾生的心 雖然你具足了這些創造死法界的功能 但是假設沒有一個住遠的時候 你這個眾生的心是發不出來的 也就是說阿彌陀佛他創造了這麼多清淨的功德莊嚴 但是對於我們環陀佛來講是很遙遠的 因為我們環陀的境界都是貨業苦的境界 業障很重 煩惱很重 但是我們今天唯一能夠跟阿彌陀佛感應上的 就是透過這個法力 也就是這個彌陀的名號 所以歐益大師他特別在這個彌陀的名號的功德 他反覆的在說明這些不可思議 我們的環陀的心透過佛號的力量 來跟阿彌陀佛銜接上 就是類似一個橋樑 假設沒有這個橋樑的話 你環陀的心跟佛的心 你是銜接不上的 太遙遠了 所以我們今天來指使這句名號 你能夠深入的去了解這句佛號的內容 那你在這句佛號念的時候 他產生的效果就更大 所以我們講到善亂心來稱名 可以當成未來成果的種子 但是我們希望當生只有成就的時候 你就不能用散亂心來支持 你要以深信切願來支持名號一心不亂 你就不用等到未來 你當生就能夠往生淨土 受用極樂世界的義正而保 好 那麼再來看到這個較量行廟 這個較量行廟呢 偶依大師呢 就列出很多其他的一些修行的方法 然後再特別呢 來顯著的說明到慈敏的這個書聖 那這個右邊這一段呢 叫做四租行列 諸行呢就是其他很多的修行方法 它是比較 就是說它的功能呢 比較粗裂 比較粗裂 沒有那麼直接 沒像這個慈敏念佛呢 那麼直接為妙 但是呢也不是說不重要 我們當成輔助也是可以 我們看到裡面 偶依大師開示 蘭諸經 誓淨土行萬別千差 如觀相 觀祥 禮拜 供養 無悔 六念等 一一形成 皆生淨土 那這個 在這一段講到諸經 就是佛講的很多的經典 它也講到 往生 極樂世界的一個修行方式 那一般我們是把它歸納成四類 我們上次也講 慈敏念佛 觀相念佛 觀相念佛 實相念佛 有這四大類 四種念佛方法 那偶依大師呢 他這邊把它開展的比較多 比較多 觀相 觀相 禮拜 供養 無悔 六念等 但是有一個關鍵點呢 就是說你要自心迴向 比如說你今天呢 你修這個五悔乃至於六念 你要自心迴向才可以 因為它沒有呢 直接跟阿彌陀佛的本願感應道教 不像這個慈敏念佛 明以昭德 你能夠念這句佛號 然後就直接跟阿彌陀佛的本願感應道教 差別在這裡 那這個觀相呢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就是有佛像獻前 叫做觀相念佛 比如說這個 在波周三昧經裡面 叫常行三昧 他要安立一尊佛像 那修這個波周三昧的人 他要一直繞佛 一直繞 常行三昧 不作不握 90天 三個月 所以這個呢 就是觀相 那再來呢 觀相就是我們 觀無量受佛經裡面的 十六觀 從第一個呢 日觀 來這裡到十六觀 這就是觀相念佛 那禮拜 禮拜阿彌陀佛等等 供養 用這種各式各樣的供養 無悔 無悔是哪無格呢 第一個就是懺悔 第二就是勸請 第三是隨喜 第四是回向 第五是發願 所以無悔呢 你 你在修的時候呢 也能夠回向淨土 來自於六念 第一個念佛 第二個念法 第三 念身 深 第四 念戒 第五 念天 第六 念詩 布斯的詩 那這個天呢 在這個註解上呢 它比較究竟的呢 就是第一天 就是念這個離體的這個涅槃 不是念這個天上這個安樂的果報而已 比較深的呢 它這個天的意思呢 是它的這個清靜的離體 念天 那這些呢 都是我們在經典上呢 有標示出來的一些 可以回向淨土 自成回向呢 也可以成就往生淨土 乃至於呢 還有其他的很多 這邊呢 只是列出一點點 所以我們假設修其他的法門 你也可以回向淨土 但是呢 你要自心回向 差別在這裏 就是你今天念觀世音菩薩 也可以 但是你還要回向 為什麼呢 因為往生決定在於你的信念有無 假設你今天沒有自心的回向 那表示你的信心跟願力呢 不夠 這樣子 你臨終的時候呢 沒辦法跟阿彌陀佛感應到腳 所以要自心回向 那再來看到左邊這一段 獨顯獨顯慈明廟 慈明念佛呢 非常的殊勝 那偶遺大師呢 他就講到 唯慈明一法 收積最廣 下走最益 故釋迦慈尊 無問自說 特向大致 設立佛 攏出 可謂方便中第一方便 了意中無上了意 元頓中最極元頓 故云清諸投於濁水 濁水不得不清 佛號投於亂心 亂心不得不佛業 這整段呢 就是在說明 慈明念佛的殊勝 我們先看到第一小段 收積最廣 下走最益 收積最廣呢 他就是三根普背 上等根氣的 上字 這個文書普弦 下字呢 五逆十二 上根中根下根 都可以 來慈明念佛 所以收積最廣 那下手最益 只要呢 念這句佛號 不管你是四句 或者是六句 都可以 下手益成功高 用力少收效術 這是在這個 曰光大師裡面的文抄裡面 常常在講 下手容易 每個人 每個人只要能夠 念出這句佛號的 都可以 乃至於兩三歲的 乃至於 年紀很大的 都可以來念這句佛號 所以一般的通圖法門 我們之前也講的 你要聖道門呢 有些人是修不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這個理論基礎上面 要非常的深 你要慘慘 你要明心見性 你才能夠趁性起修 你修了之後呢 還要斷煩惱 你才能夠正到這個 心性的本體 那你光是你要明心見性 那就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下手非常不容易 那你要是修這個 維世的 或者是修天台的 乃至於修華眼的 那你要學習的這個教理 還更多 否則呢 你沒有辦法依教起觀 你就修不來 所以下手不容易 一般的呢 通圖法門呢 下手不容易 所以釋迦慈尊 就是我們釋迦摩尼佛呢 本師釋迦摩尼佛 無問之說 所以這一部阿彌陀吉呢 我們一般在這個三藏十二部 這個十二部呢 是這個經典的十二種體材 這個阿彌陀吉呢 它是歸屬在無問之說 這一類的 十二部其中的無問之說 那無問之說是什麼原因呢 為什麼這個阿彌陀吉無問之說 第一個 這個極樂世界的這個道理呢 太深了 無人能夠問 唯佛與佛呢 乃能究竟 等覺菩薩呢 都無法了達究竟 所以沒有任何一個菩薩可以問的 你看其他的經 比如說金剛經 任言經 來自於法華經 這個都是有一個問的人 有人來請教佛 佛再來講這個問題 好 但是這個阿彌陀經呢 我們從頭到尾 無問之說 都是佛呢 他自己講出來 他觀察這個眾生的陰眼成熟的 成佛的陰眼成熟 那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這個法門呢 能夠三根捕背 任何人皆可以修 所以呢無問之說 所以祖師呢 就把這個無問之說的 這個 原因 列出這兩個 那為什麼呢 他特向大致 瑟利佛臉出 瑟利佛是在 所有佛陀的這些聲聞地址當中呢 是智慧最高的 所以他針對瑟利佛 因為這個男性之法 要特別有智慧的人才可以接受 所以呢 以瑟利佛呢 為主要的一個當機眾 當然與會大眾也很多 所以以瑟利佛 來代表 大智慧的瑟利佛 那再來我們看到第二段 慈敏呢 這個呢 可謂 方便中 第一方便 了意中 無上了意 原頓中 罪己言頓 這三個內容呢 怎麼說 第一個呢 方便 他的修行 我們剛剛講的 下手最容易 所以方便中 第一方便 你邊工作 也可以邊唸佛 邊走路也可以邊唸佛 行住坐臥呢 都可以唸佛 那我們有些人呢 他就是會有個問題說 我這個唸佛呢 有時候 沒辦法相續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我要 思考事情 比如說你有些工作呢 你是要專心去做的 要動腦筋的 那你當然就沒有辦法同時唸佛 因為我們這個 第六意識呢 這個唸佛 這個唸 只能同時一個 你沒有辦法一個念頭 然後呢 兩個鎖眼鏡 所以你假設 這個念佛的時候 你不用動腦筋的 你可以同時 那假設你有些事情呢 你要專心 你就可以用這個意佛 或者放這個念佛機也可以 用耳朵來聽 但是你可以專心做你該做的事 做完之後呢 再來繼續 來念佛 好 否則呢 有些人呢 他這個 邊念佛有時候呢 他心不專心呢 把這個事情搞砸了 也不行 所以要看你的這個情況 雖然行柱作惡都可以念佛 但是有些情況呢 你需要專注去做的 你就不要分心 你把這個事情做完之後呢 再繼續來念佛後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個是屬於行 修行的行 那這個第二個呢 了意中無上了意 是指他的教 教理 他的教理內涵呢 是究竟了意的 一身成佛 所以阿彌陀經裡面呢 也是以這個十相離體 作為他的一個 理體 不是像這些聲吻的經典 它是不了意 有些聲吻呢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阿漢經 這些阿漢經裡面呢 他很多都是不了意 他的教理是不了意的 所以我們很多的這個阿漢經的道理呢 我們學了大聖佛法之後 你才知道 他有些都是講到一部分而已 比如說我們在阿漢經裡面 你會發現到一個問題 叫做 符襲論身 這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 以聲吻的 這個角度呢 你不能斷煩惱 否則你一斷煩惱呢 你就入到無聲 但是我們大聖佛法就不用 我們大聖佛法呢 他在這個無聲當中呢 他有妙用 有空性當中有妙有在裡面 他有中道的這個思想在裡面 但是阿漢經裡面呢 他呢 他呢 是比較偏向於 破除這個五陰 所以你煩惱一段 阿羅漢呢 就入到這個無聲 叫做灰聲明智 從有情變無情 所以阿羅漢呢 就從這個 三界當中呢消失了 但是以究竟了意當中呢 這阿羅漢是去哪裡呢 叫做方便有餘土 所以我們在這個 《法華經》裡面講到 這個五百游巡 這個佛陀為了這個 有些根器比較磊落的 他在這個三百游巡當中呢 設一個化塵 讓這個阿羅漢休息一下 否則呢 一開始要叫他走五百游巡 他走不到 所以他中間有一個化塵 讓他成就一個無語涅槃 灰聲明智 那等到他正了這個灰聲明智之後呢 這個佛菩薩呢 再到這個 當中呢 去為他 開示大聖的佛法 讓他發起菩提心 所以呢 沒有真實的阿羅漢 他入到無語涅槃之後 他會再 從公出獎 銜接到這個菩薩道上面 以後 大家學到這個天台教官的時候呢 就能夠了解 所以沒有真實的阿羅漢 阿羅漢只是一個化塵 究竟佛陀呢 一定會讓這個阿羅漢呢 發起菩提心 繼續呢 在行菩薩道 慢慢呢 再把那些 成沙或無名或斷盡 成就呢 無上菩提 所以了欲中無上了欲 這個阿彌陀經呢 是我們一身成佛的一個法門 所以它是無上了欲 比其他的大聖經典呢 更殊勝 其他的大聖經典呢 他可能要深深世世行菩薩道 才能夠得到無上菩提 但是我們往生淨土呢 你很快 他很快就可以成就無上菩提 比一般的這個聖道門呢 能夠殊勝很多 那這個圓盾中呢 墜擊圓盾 這只是他的果報 果報來講 他是墜擊圓盾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 橫超三界 而且呢 橫距仕土 就是我們往生極樂世界呢 你雖然是一個凡夫 但是呢 你能夠橫距仕土 仕土呢 我們後面那個 在那個利用的地方 會再講到 這個凡勝同居土 方便友誼土 石暴莊顏土 長極光淨土 那我們在這個往生之後 你花開了 你雖然是一個凡夫 你是人道或者天道的這些眾生 但是呢 你具足跟出地菩薩一樣的功能 所以你能夠受用出地菩薩所產生的功德 你能夠餵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這個念不退呢 就是念念跟你的自性相應 這個呢 正常只有出地菩薩才做得到 但是我們往生極樂世界之後 你在那麼好的殊勝的環境 你就能夠自然念佛念法念生 自然念念跟你的心心相應 所以這是圓頓中的最極圓頓 正常是要出地 他能夠正得十暴莊顏土 分正長極光淨土的法身菩薩才有的功能 我們凡夫往生了之後 你可以具足 這個都是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的功德不可思議 成就這些功德不可思議 所以呢 最後這個偶依大師呢 他做一個比喻 比喻說呢 就像這個清水珠 這個清珠就是清水珠 那古時候呢這個水有雜質的時候呢 就把這個清水珠放下去 那這個清水珠一放下去呢 這些雜質就把它沉澱下來 所以清珠投於濁水 濁水不得不清 你把這個清水珠放到這個 有雜質的水當中呢 這個清水珠慢慢沉下來 就把所有的雜質呢 沉澱了 上面的這些水呢 就變清淨乾淨了 那我們同樣的 佛號投於亂心 亂心不得不服 就是說阿彌陀佛的這個名號呢 你能夠跟他相應 能夠指齒名號一心不亂的時候 你慢慢呢你的心呢 就跟阿彌陀佛的無量的功德感應到腳 就是明以照德 這個萬德鴻明 所以呢佛號投於亂心 亂心不得不服 本來我們凡夫的心是很雜亂 但是你念念呢 用這阿彌陀佛的這個名號 來取代你那些雜亂 妄想的顛倒妄想 你面念呢 你的佛號呢就清淨了 所以我們之前也講到這個 側吾禪師的開示 他說每一個人呢 你的一個念頭 絕對會落入到這個十法界當中 六凡還有四聖 四聖法界 還有六道的法界 你今天呢起了一個上品的 這些十二念 就跟第一法界相應 你這個念頭呢 產生了 你就感召未來的 地獄的果報 你跟中品的 十二 十二念 感應 你就到這個二鬼道 夏品的十二念 就跟出生道 那我們今天 假設你能夠跟阿彌陀佛的功德感應道教 你這個念頭 就是在創造未來的 佛法界的功德 你就一念相應一念佛 念念相應念佛 你這一句佛號呢 就把你的這個心念 成就了未來成佛的一個種子 佛的法界 還不是菩薩的法界而已 所以你念佛 真能夠感應道教 你念念呢 就是在成就你未來的法身淨土的功德 那這有個副表 我們就等到下一次再來講 這後面還有個副表3 我們等下次再來說明 那我們今天呢 先跟大家研究到這裡 向下文長 附帶來日 回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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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